财政部北区国税局局长理议会 亲自颁奖给基隆地区的基优营业人 感谢业者配合开立统一发票及使用电子发票 今年基隆地区共六家公司获奖 获奖率万分之2.8相当不容易 这次我们基隆地区大概有六家营业人获奖 获得我们基优营业人奖 那你知道我们基隆地区有两万一千多家的营业人 所以把它除起来大概获奖的几率就是万分之2.8 所以真的是这要脱颖而出是很不容易的 这些营业人第一个他必须要诚实开立发票 然后配合政策或者是配合政策使用电子发票 那另外就是在两年内他不能有违章欠税的情况 像他不能有漏开发票啊 然后都不能有预期申报的情况 然后违章欠税的记录 还有再来就是不能有要符合我们相关的环保慈安 还有劳工的相关的法律 对所以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阳明公司呢对于依化改革跟结论者 这方面一向是不遗余力 那对于政府的这个政策 我们能够参与其中 并且获得那个颁奖肯定 那对我们来讲我是意义重大的 那我想我们将来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持续的努力 那更善精一个那个 一个两个纳税人的一个责任跟义务 那也希望说我们这个 一化改革这样的一个理念 还有这个做法能够持续推广到 我们全国所有的企业里面去 基隆地区六家获奖的基隆营业人 有好好国际物流基隆分公司 长春货柜厨运股份有限公司 扬明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分公司 及巨城机械传播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端子电业股份有限公司 跟红翼机械工程 基隆营业人三年内将享有多项奖励待遇 如果营业人获得我们基隆营业人的话 在这三年内都可以获得我们一些专人的税务服务 还有一些奖励的措施 那我们会提供专人来协助他们 有一些税务的问题 我们会有专人来帮他们服务 那另外就是这些营业人如果说 他是城市申报 那没有经过人家 没有被检举的话 那他们的营利卸索的税 这三年我们都可以用书审的 还有营业税我们会用书审的 来查账这样子 活动中也安排民歌饗宴 财政部北区国税局 感谢基欧营业人 一起来落实推动 开立统一发票 及使用电子发票 建立一化的纳税环境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